关心疫情 我国的本土个案新增了1.5万多例 较上周下降了21.4% 已经是连续14天确诊个案数较上周下降了 主要中心发言人罗一军表示 年后的第三波疫情正逐渐的进入尾身 不过接下来仍然要监测变异株 另外呢就是228廉价也是防疫的重点 还要来观察的就是口罩放宽之后 对疫情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不过今天新增78例的死亡个案 又重改了近期高点 罗一军也解释了 这是因为死亡个案数会延迟1到2周 因此近期新增死亡数将会达到高峰 国内疫情有望看见曙光了吗 指挥中心宣布2月17号本土新增15000多例 较上周再下降21.4% 已经连续14天担任新增确诊数都较前一周下降 是否代表年后这一波疫情逐渐消退 每周下降的辅助大概都有两成左右 所以这个第三波的疫情大概预期 在未来几周应该渴望可以进入尾声 指挥中心发言人罗一军证实 第三波疫情正逐渐步入尾声 不过仍要观察 变异株有无明显改变 口罩放宽影响以及228连降后 是否有影响 未来是否有第四波疫情 变异株是关键 看看近期死亡个案数变化 2月11号来到近期高点82例 接着一路下降 17号再度攀升回到高点 让人忧心 防疫措施逐步松绑 但狡猾病毒仍在社区潜伏 若不想染疫 未来回归民众自主抗疫 得更加把劲 记者要传黄明胜台北采访报道